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的两会已经算是登机大典 黄袍加身这个仪式已经搞完了 今天我也穿一个黄T恤 那么这个也没啥可聊的,就那样了 我看中央气象台发了一个微博 大家都在转发他的图,觉得挺逗的 因为昨天北京不是雾霾沙尘暴 沙尘暴不是雾霾沙尘暴 然后北京中国气象台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 那几张图,就说灰头土脸的一天 大家说你这是啥意思,你这是高级黑吗? 昨天皇上登机,挺有意思 我觉得陈秋实在推特上说的挺中肯 就是已经这样了,各归各位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能论就论吧 然后就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能走的赶快走吧 就这意思 那么咱聊聊在海外华人的事 咱不说它了,没啥意思 那么最近我看到有个帖子说华人写的 他说在国外,我为什么讨厌和华人共事 那么这篇文章我看了看大概是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在一个老人院打工 因为这个语言不太好 所以也是老乡给介绍的 在一个养老机构里边做护工 这些护工都是以华人居多,女性居多 当然是老外的机构,但是华人很多这种护工 然后他有一个中层的主管 他说一个组长是中年的华人女性 出来乍到,我不懂就请教他 但是这个组长对我总是指手画脚,爱理不理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态度 那么新来的如果是老外的,老外脸 纯老外的这种也是新来的 他就对人家客客气气,给人家讲的明明白白的 对我代答不理 中国人之间也会有内斗,勾心斗角等等 他说了这些现象 那么其实这个现象也不光在澳大利亚 在世界各地,凡是第一代 我主要说第一代移民 就是说在中国出生长大 你受过中国的这种教育,人际关系 你也懂得一些 那么你到国外来,如果在华人圈子里混 确实是还是普遍带有这种特征的 还是华人圈子里那个特色 勾心斗角啊,什么也有 那么我自己觉得呢 刚来的时候,你如果刚到一个国家移民出来的话 其实还是应该先依赖当地的华人朋友和华人圈子 你了解这个环境啊,然后以他们的来给你提供很多的信息 当地的法律法规啊,生活习惯呢 怎么怎么回事啊,你搞清楚 你需要一个生活上的导师啊 就是包括这些投资移民的啊 投资移民的也好,或者是走线出来的也好 其实你在本地啊,应该尽量多的结交一些华人朋友啊 就是说比较乐于帮助你呢,给你一些生活建议的啊 然后呢,你要跟人家多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有很多这种人啊,而且有很多 我知道是像投资移民啊,英文不好的 他在本地呢,也生活很困难啊,也很枯燥 他手里是攥着钱,但是他去哪不方便,他英文也不会 他修个车都得找一个当地人陪他一块去啊 这个我在加拿大就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加拿大,文革华呀,多伦多啊,就是这些投资移民的多 很多老头老太太啊,我知道的 像在这个国内啊,开工厂的啊,中年夫妇 事业有成啊,资产也都过亿了 在这个温哥华的这个半山啊,山上啊 山上那是一个豪宅区吧 后面是湖啊,在那地方买一个大豪宅 那中年夫妻呢,我认识一朋友在温哥华 就说,哎呀,总得叫我去,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呢,我不去吧,他们俩都不敢出来买菜 然后当时钱给的挺大方啊,就拿我当一个管家也好 保姆也好啊,家里有任何事儿 哎呀,老外来了封信,这啥意思 来帮我看看,哎呀,我们家这车该换机油了吧 你陪我去一趟啊,怎么样 就这种啊,生活拐棍,他离不开啊 所以呢,这个刚来的时候,你是肯定需要的啊 那么我觉得呢,在你在一个国外的陌生的环境熟悉了之后呢 尽量的还是在生活和工作分开 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你工作呢 尽量还是远离华人的这个扎堆的这种圈子 或者说呢,你的经济来源可以有多种渠道啊 你不要光完全依赖于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 你在这里面依赖这里面,你就会陷在里面啊 而且你就会慢慢的形成依赖性啊 有很多的华人呢,他到美国几十年了 他也就还那样啊,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收入来源 他还指着这华人圈的,比如一些小公司啊 某些业务啊,就在那混着啊 那么我觉得你应该尽量多的啊 你比如说你开网店也行啊 就像我这种,弄一些古董啊,开网店啊 然后呢,你跟这个老外的一些合作伙伴啊 一些什么古董商啊,这些人啊 你跟他们合作 你就是说你在老外的圈子里面多有一些收入来源 当然我做旅游啊,我也有国内旅游的合作伙伴 包括本地的华人旅游社的朋友 大家合作啊,也有这种 所以呢,但是你不能光完全依赖于这个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 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是华人朋友居多啊 因为你毕竟是母语 而且呢,你有很多的说话呀 一些遇到的一些生活困难啊 有些在这的老华侨啊,老朋友啊 他们会给你一些合理化建议啊 他们在这生活当中遇到的哪些事情 尤其是一代移民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生活模式啊,比较多 当然还有一批呢,是技术移民的 比如像硅谷那些马农啊 还有在这个老外公司里面工作的做技术的这种 这种华人啊,一代移民 这种呢,其实他们的生活工作就简单一点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老外机构里面 华人居多的,其实真的是挺复杂啊 我原来的朋友呢 在这个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啊 这个国务院啊,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培训机构 在那呢,培训这些这个军官啊,培训军人 他就说呢,他们那里面大概有五六个 全是华人,就他们五六个人之间 互相勾心斗角了啊,然后互相跑到领导面前 就买好啊,这跟老外哪个关系好啊 那个得跟老外上头的那一级大老大老板的关系好啊 等等,都互相的也是在,你采货我,我采货你啊 也有,所以这没办法啊 就是在资源里面,紧张的资源里面就会竞争啊 另外呢,我自己的建议啊,就是在海外的华人朋友 华人之间呢,尽量不要合作 尽量不要合作,什么做生意啊,弄个什么事啊 反正我身边看到的啊,成功的少 成功的少,我说的都是这种啊 就是小业主类型的啊,不是那种什么 找这个风头啊,然后弄一个什么什么公司 未来我要干大,不是那种类型的,就比如说 我们一起开个餐馆啊,然后我们一起开一个这个旅游公司啊 那我们一起合作干一个什么,这个这个呃,培训学校啊等等啊 就是你这种合作的,资产规模呢,大概在个几百万美金的 你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合作成功可能性小啊 最后呢,我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呢,就是有五个人 我知道有五个人合伙在美国弄一个修理厂,修理汽车呀什么的 最后这五个人呢,也都是华人啊 最后呢,还算是和平分手啊,也都自己拿走自己该有的这个利益啊 但是最后后几年,就他们分手的后几年是比较焦头烂额啊 互相也这个,互相也有很多的猜忌啊 而且平以前呢,刚开始他们几个人一起合作创业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关系啊 但是到最后呢,互相也都不走动了啊 就这事就最后把它关了,就完了 你拿你的钱,我拿我的钱,就完了啊 所以呢,最好不要合作一起干事啊 大致吧,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里呢 也有这种内卷啊,骑士啊,骑士链也有 就是说呢,在国内的大城市来的,它会骑士小地方啊 你比如说,在纽约某一些公司啊 这是上海的啊,那个安徽的 那上海那个,就瞧不上安徽那个 其实就是把国内的这个比试的这种观念复制出来的啊 带出来的也有啊 那么天津人呢,在天津人呢,我还不认识没有那么多啊 我身边认识的在美国的天津人 我还并不是跟这些老乡们这个混那个混的啊 大概不超过四个吧 不超过四个啊,天津人 其实我认识的华人朋友就是天南海北哪都有啊 香港台湾的也有 所以呢,这个韩国人也有啊 就是说你要扩大一下你的这个接触的圈子啊 因为你的信息来源也可以来自各个不同的角度啊 那么今天啊,也是闲聊聊啊 然后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通告啊 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断更啊 或者说呢,更新我的视频呢,不会那么及时的啊 因为我要出趟远门啊 然后呢,这个到时候呢 我把一些旅游当中啊 拍的一些东西呢,发出来啊 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如果那个信号或者说 他那地方网络信号足够好的话啊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谢谢 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